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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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子師杯 大家好 有網路的同學問我說 YDM為什麼那麼強盜 人類一定要行善布施 為什麼要行善布施 為什麼隨著修行六度波羅蜜 那布施直接要擺最前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為什麼一定要行善布施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我個人的經驗 我年輕的時候在台北市南京東路 一家貿易公司被邀請為當顧問 然後跟老闆認識 他們夫妻都很快樂 都非常的友善 那我在輔導他們一人 就在他們身上寫到很多東西 那在他們身上第一次我聽到 福報銀行 那就是說那位老闆跟我講 那時候我很年輕 他在教育我 他說人呢 在這一生當中有兩個銀行 一個是新台幣台灣銀行 就是新台幣 就是錢 換在銀行裡面 另外有一個未來的銀行 就是計算我們的福報 他不是計較這個銜 不是計算這個錢 而是計算你的福報 人的福報夠 人的命運就會很好 人的福報不夠 命運就會很差 從開始我的智慧 我開始了解 原來一個人要存錢 除了台灣銀行要存錢以外 我還是要存福報什麼 銀行在未來使用 所以我們慢慢的去研究這個宗教的理論 所以我們才發現 原來你的命運是有公式的 所以我們既被了錢勢累積下來的福報 他也許是正的也許是戶得 那有人是來還人家的債 當然你就戶報要戶得了 那有人是來享福的 那你的福報是正的 所以全市累積的福報 在銀行裡面的存責 那個開始的前期累積的福報 加上這一生當中 我們是存進去的 我們形式上不是存進去的一個福報 那簡單的我們這一生去享用它 去揮霍它用掉的福報 然後要乘以什麼 結果要乘以現在銀行裡面乘以你的利利 那你利利有正利利跟什麼負利利 如果你的品性是在阿薛羅道 是在賜身道 是在惡鬼道 在地獄道 那對不起你成了是負利利 那如果你是在神仙道 在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的神仙道 再加上你修行到菩薩道 都是慈悲感恩 在幫助所有的人 在行善不失來自以真心 你的品性得行 你就是利利 你的遺而成因的利利 那加減你的利利 就等於你現在得一些遺而 你的遺而是正的 你就會享受好的人生 好的命運 你的遺而是負的 是要變成你是靈印 要償還給別人 要負債了 那這是一個公式 那這裡面呢 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 我們要加 要不斷的布施 行善 來交福報 那再加上 我們的心很正 所以正確的心 我們得行能夠 所以今天 分享這個福報銀行 這個圖可以看看 我們存入了 行善存入了 那我們換戒了 換到十戒了 我們就是扣掉 扣掉 然後我們還有利利 就是在看我們的品性 我們的十文法戒裡面 我們的靈性 我們的空性 在哪一戒 就算我們的正利利 還是負利利 那加減以後 等於現在你的遺而 你的遺而 所以我們真的要注意 對於未來的銀行 那個福報銀行的帳戶 那這裡面呢 我們一定要得行 所以行善呢 加分以後 還注意到那個利利 是正的還是負的 所以我們要正確的 去實施 激福報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讓他我們的命運更好 更勝算的 脫離我們人間的八苦 我們要知道這個系統 都存入 都行善不失 就是要多做 才師 法師 無畏師 少知識 不要殺身 不要偷盜 不要誰贏 不要去享受 不該享受的東西 那提升我們的靈性 我們真正去修六度 波羅蜜 布施 除戒 還有禪定 連弩 精進之位 保住的靈性高 所以我們再注意到一個利利 那個利利很重要 當我們在行善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把我們的靈性空性 具備一下三個心 種三個福田 那我們利利一定很高 第一個就是要恭敬心 我們對行善不失 我們來自於尊敬所有人 眾生通通平等 我們恭敬尊敬所有的人 對眾生我們都非常恭敬 然後我們有一個慈悲心 我們很努力積極的 要幫他離苦什麼 得樂 那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要只有慈悲心以外 我們要有個感恩心 對眾生要抱持的感恩 謝謝感恩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王子的文化就是慈悲感恩 那對於我們做福報 我們一定要有恭敬心 不能說我們今天施捨給某個人 我們其實不尊敬他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恭敬心 那這些都是來自於 你的善心 你的本性 你是不是真的是菩薩的心 當你是菩薩的心 你這個銀行利利是正的 如果你不是 你是為了名為了利來行善的 你這個行善 要乘以那個利利是負的 是負的 所以我們本身的靈性 本性德行要非常重要 可是這些來自於你的本性 你的本性如果好 你存入的都是正的 你錢存的越多 乘以正的利利 你那個福報銀行的遺額會更多 如果你的本性是富的 你是出生到不懂感恩的 不尊敬人家的 有分別心的 你根本就是人而已 一高興就是不思 不高興就不想 喜歡的人你就幫他 不喜歡的人你就不幫他 你沒有那種平等心 沒有那種恭敬心 那種感恩心 你的利利是富的 所以我們行善不思很重要 因為它是你命運的吉凶 當你一而是正的 很多那你當然就是什麼 命運非常好 享受榮華什麼樣 富貴 神都會照顧你 那如果一而是富的 你就要接受八種苦的考驗 八種考驗 好我今天顧問提出來 把在行善不思要念知的福報銀行 未來的銀行都存一些 可是存的時候要注意 除了財師法師無畏師 去做存錢存進去 你要知道你存這個銀行 它給你的利利是正的還是富的 你的心如果不恭敬 心不懂得不感恩 心不是真的慈悲 你的銀行是富利利的 所以你的遺而乘以富的 你的正多少 不好在那邊變富利利 一直扣扣扣到最後 你的遺而是什麼 就是零 就是富的 所以顧問在這邊 行善不思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門功課 所以我們在修行的第一門功課 你念識的這個系統 非常感恩過去的一些 長輩老闆們 對顧問的一種教義 有現代的銀行 台灣銀行 可是最重要的是在未來的銀行 我們存了嗎 我們每天每天就存了 然後我們存的銀行的利利 是正的還是富的 也是說我們的品性 我們自己的德性 有沒有是正的還是富的 大家會決定我們的遺而 我們存在裡面的遺而 乘以富的利利還是正的利利 那加減成了加減以後 才真正我們的福報的遺而 然後我們不思行善 最重要要去注意 那我們人一定要不思行善 才有正的前衛來得到 當然最重要的是你不思行善 哪一個心是正的利利還是富的利利 以上是我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好極可以 Ro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